看上谁了 没想知道啊 过来 我告诉你啊 我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看上你的 好了 我要回去了 拜拜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 下你别动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 你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我得送你回家才能放心的 我干吗要你送呀 快回去吧 那我送你上车 我看你上车我就走 好吗 师傅 帮我安全送到啊 谢谢啊 好嘞 小姐 你男朋友好体贴 都走这么远了还站那看呢 你真有福气 师傅 你安心开车吧 还有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都给你啊 他も走了 你赶紧我 我我们また来吧 我的女人啊 我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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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疼 昨天晚上喝嗨了吧 别光顾着说我 酒量可以呀 一点都不头疼吗 这我都看见了 你也没啥喝 我就喝了一点点 你和顾朝阳 说你要做你嘉宾的事了吗 你当我傻呀 被楚天说那么一闹 我还怎么好意思开口 那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都没 我记得顾朝阳好像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把温柔 装性感 那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死都不会告诉他了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接下来 继续给顾朝阳找女嘉宾吧 这次便宜他了 下次找机会再收拾他 你要迟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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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了 给我做三明治啊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做过报官 说 小五姐 顾总找你了 找我干吗 他说他确定女嘉宾人选啊 知道 拿来 什么呀 没套没脑的 别装了 你确定的女嘉宾 资料给我 我确定女嘉宾 你找什么急啊 不是着急 是好奇 你顾总选中的人选 是不是约公里的嫦娥呢 还是思凡的新鲜女呢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要找的女嘉宾啊 是个活生生的人 少废话 我自己看 现在你该知道 我要找的女嘉宾是谁了吧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 你跟我闹什么 我也是跟你说正经的 这个人不上 我不上 这个人要上 我立马就上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 本来就是真的 什么叫玩真的呀 我在里面做节目 你在旁边看热闹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要出洋相 我们一块儿出 所以说这个女嘉宾 非你莫属 我不能上 因为我是节目的总监 我还是老板呢 我能上 你为什么不能上啊 总而言之我不上 你要是不上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还是内疚啊 没有合适的女嘉宾 这个节目我肯定不是啊 你 是傻子 你 我肯定是不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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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不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怎么来了 今天要录节目啊 录节目 我不知道啊 两天前就通知你了 那 那我可能忘了 可我这会儿正忙着呢 更不愿意 你等我一会儿 好 那我等一会儿 行 那一会儿见啊 好 啊 啊 去吧 恨李丹妮能的 把工作的地儿 都当游乐场了 嫁不住人家有个 当了总裁的男友 就上个班去工作了 什么呀 这也就不知道了吧 他跟那个顾朝阳 早分手了 这会儿正上相亲结婚 忙上找对象了 什么时候在这儿啊 那也不知道 就最近的事吧 去吧那个 就是他现在呢 你这送包的频率 都会赶上我以前的妹妹 以前那位 我前男友 他以前呀 每个时间半个月都锁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 我卡里边这个约会基金 的数目好像不对 约会基金啊 一天两百五十块钱啊 不对啊 这和顾总原来跟我说 那个数块 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的约会基金被降低了 今天只有两百五 为什么呀 反正其实顾总听似交代的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直接问他吧 闹了半天 顾总是他前男友啊 你怎么办 难怪 开叔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那我们走吧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了 大妮 我能不能问你的事啊 安排 你说 你那个有钱的男朋友 是不是顾总啊 吓死我了你 这么说 是真的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干吗那么紧张呀 再说了 现在你才受难过 那他看到我们现在这样 会不会不高兴啊 那是他的事啊 你担心什么呀 我不担心 这不是怕尴尬吗 大家都认识 还经常见面呢 你什么可尴尬的 他自己不是也在相亲吗 这 就是让他高兴 你说什么 没事什么 走吧 那我先去画 楚先生 我今天先跟您说一下 咱们今天的节目 我手机落车上了 我必须要去拿一下 你 你 那我先去画 那我先去画 楚先生 我今天先跟您说一下 音乐 是不是您让孙小录上你的节目 做女嘉宾 萧雨传得够快的 没错 有什么问题吗 您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因为您是公司的首席 孙晓鸥是栏目总监 你们两个一起上台相亲 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首席首席和栏目总监在一块 不是很般配吗 顾总您在开玩笑吧 没错 我是在开玩笑 我们本来就是一档 意志里游戏节目 谁告诉你 就一定是在相亲了 可是 你 没有可是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节目 想要娱乐大众 就要先娱乐自己开始 有什么不可以的 倒是你宁静盈 我觉得很奇怪 你今天这是什么态度 这么冒失地跑进来 披头盖脸地质问我 这可不像平时的你 我告诉你 下不为例啊 顾总 您是真的喜欢上孙晓鸥 才让他做你的女嘉宾吧 您是什么 您是怎么办 您是什么 您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样 您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 我 没有什么我不我的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 回去做事 莫名其妙 顾总 出去 全了门再进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顾总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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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来 来 什么事儿 说吧 让你说就说 你那点破事 李小姐哪间不知道 我是来跟您解释解释 我们之间有什么要解释的 就是我和李大妮的事 不是你们之间的事 跟我解释什么 吴总 我要是早知道 你和李大妮的关系 我绝对不会 行了 那都是过去了 不用解释 可是 出去 您别生气啊 我就你给我出去 听见吗 没我心意 出去 我 我我 我没有给他做过什么 做过 吴总 你们别生气啊 进去 什么东西 林总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顾友和李大妮的关系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是 我是怕顾总要是一误会 我这活不就保不住了吗 我一得到这个消息 赶快就跑来解释了 顾总都没说什么 你解释什么呀 你这是笨得 笨得没有天理 他是没说什么 可是 他工钱都扣我一半了 那天要是一个不高兴 不就把我赶回家了吗 他是想把你赶回家 你现在还能站这儿吗 那他扣我工钱是几个意思啊 他扣了一半 不是还给你留了一半吗 他没想赶我走啊 他没想赶我走啊 林总 拜托你们顾总好好解释解释 我跟李大妮纯粹就是工作关系 楚天树 你烦不烦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不要扑扑妈妈的 这朋友妻不可惜 这才是男人该做的事啊 这个李大妮算哪门自欺 他最多算个前任 那前任 你想啊 哪个男人愿意看见前女友 对的现男友 在自己面前来回晃悠 多产自尊啊 再说了 顾总可是我的伯乐 我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这样吧 你这个话 我一定会转告顾总的 你先去录节目 好吗 不不不 我还想申请换个约会对象 你和李大妮约会这是工作 你工作 你在台上和一个女演员也夫妻 下了台 她的丈夫就会把你打死吗 林总 您这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 这不是演戏吗 我怎么还跳戏呢 林总 别说您那个专业素养 还挺高的呢 现在可以去录节目了吗 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人美心善 还真有才 真是女士呢 睡吧了 晓鸥 别给我泡浪水啊 我什么都不想听 不要打断我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以前你跟顾朝阳打仗 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不管 可是现在你们闹到节目上去 那么多人看着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收场 那是她给考虑的事情 反正最终掰下阵的一定是她 孙晓鸥 我就不明白了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你不信啊 那就走着瞧咯 反正不管你怎么做 顾朝阳不会爱上你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过公司张成吗 公司张成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公司张成第一条 兔子不是窝边草 禁止公司员工内部谈恋爱 这种张成好可笑啊 谁定的 还有谁 老板呗 我就知道肯定是她 荒唐 你别笑了 顾朝阳一直拿着公司张成 要求员工 而且对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 从来都没有违反过 自从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人违反过这一条 所以你觉得她不会爱上我了 在公司你见过她 对谁动过心啊 那是因为她好像没有遇到 让她心动的人 你省省吧 不管你动什么心思 就冲着公司张成这一条 她也不会破坏规矩的 规矩是原定的 我觉得公司张成应该改一下 就改成既然窝边有草 何必到处软跑 孙晓鸥 我很认真地在跟你谈这个问题 好了 你就别担心了 你自己不是都说了吗 既然顾朝阳 绝对不会违反公司的张成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好的 我去休息了 你洗碗吧 喂 小宋啊 我跟你说啊 你拿来的那些新的女嘉宾的资料 我都看了 非常的好 但是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个节目了 不不不不 跟小米没有一点关系 主要是我 对对对 主要是我 小宋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儿出大事了 我 我先挂了 小田同志 田一华 你是说顾朝阳主动要求 小欧做她的女嘉宾 是 还有这样的事吗 可是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 我现在也糊涂着呢 小欧她答应了 郑重她下怀 你说她能不答应你吗 你得劝劝她呀 李嫂 顾朝阳是什么人啊 指不定别有什么坏的 劝她有用吧 孙晓鸥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劝不住啊 也得劝 他们俩凑一块儿 更怀悔了 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了 这小欧也真是的 有多大仇啊 值得这么大动改革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天生就是一对冤家 他们怎么闹下去的 不会假戏真做 真闹出什么感情来的 这个不能吧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不是冤家不剧头 好多爱情故事啊 就是这么开始的 那顾朝阳呢 要是个好男人就算了 要追成爱一般的话 小欧就更可能了 那你说这怎么办呀 那孙晓鸥这个脾气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阿姨 没事啊 您注意休息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啊 大夫 真的没事啊 没事 病人主要是因为低血糖 导致了短暂性昏迷 现在是没什么事了 不过这两天啊 需要多休息 身边一定要有人陪着 一旦出现任何紧急情况 需及时就医 好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啊 走 谢谢 谢谢大夫 听见了吧 听见了吧 好好休息 别以为自己怎么样呢 身体棒棒的 该休息就得休息 老黄啊 真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 不白 忙活半天了 我呀给你倒杯水去 别麻烦 走走 远亲他不如近邻 这不是应该的吗 怎么你家就你一个人 其他人呢 我有一个女儿结婚了 一家三口在外边住 怎么不跟你一块住啊 让你自己一个人守着房子 不是嫌这房子小吗 那你就搬过去跟他们一块住吧 他们也粮食房子 还是租的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真有意思啊 房子自个儿的家不来 在外边是租房子住 我不喜欢 你应该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跟你一块住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跟他们说了 可他们不听 你看看 再一块住多好啊 尽享天伦之乐 是不是 你没有把一些情况跟人说清楚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我估计能回来 因为你现在身体不好啊 算了吧 他们工作也挺忙的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也许人孩子没这么想 你看你是一脸摸不开的肉 老说孩子忙 其实你这些情况不跟人家说 那人家可不就在外边忙吗 你现在身体真的不好 这都有病了 给他们打电话他肯定回来 我这不算什么病 小病 我这大病啊在这儿呢 天哪 你有心脏病啊 不是心脏病 我呀特别想把那大外孙子 是心病 对对对 心病 心病 这还不容易解决嘛 你给你闺女打个电话 她自然就会回来 她回来 外孙子不就给你带回来了吗 到时候你不就开心了 你这心病不就解开了 算了 我还是不打了 算了 不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不打了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替你打好不好 好啊 这 打吧 另外一个咱也不是骗的 你 你今天身体真出问题了 刚才医生都讲了 你现在身边不能离开人 必须得有人照顾 打 你 你说是哪个号 这 妈 你谁啊 我妈电话怎么在你手里 我知道 我马上回去 我妈出事了 我得赶紧回去 小星星 我们走 我送你去 不用了 你先忙着点 来 再聊 注意安全啊 好 走 走 你行吧 外公没事儿了 什么叫没事 什么叫没事 120都开到家里了 还没事呢 您是 您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您好 多多礼貌啊 她是我们对面楼的邻居 多亏了她了 不然呢 你今天还不一定见到你妈 妈 叔叔 今天特别感谢你 你先别谢我 我得批评你几句 你们年轻人 就是不太关注我们老年人 你说你妈妈身体不好 你放心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啊 今天是碰巧遇见我了 如果要是碰巧 没遇见我呢 那你妈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叔叔 您批评得特别对 我以后一定注意啊 太阳了 怎么样啊 没事 没事 你看 你看 你老没事没事的 没事你能躺下吗 我们这个岁数 小事都是大事 另外我跟你讲啊 医生可都说了 你妈妈身体现在状况不好 必须天天有人陪着 我陪 我一定陪 小星星 太好了 小星星一陪我 我什么事都没有了 小星星 外婆生病了 你不能吵 知道吗 嗯 灵儿啊 买点菜去啊 别别别别 别忙别忙 你们尽享天路之乐 我不在这吃啊 别这样 你不吃 不是小星星还吃呢 不 叔 你坐 我去买菜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辛苦了 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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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开始 热爱工作 懂得生活 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更有两人交融的世界 我是孙晓鸥 我不会为了联合你 而改变我自己 我有我的世界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 不是一加一的数学题 而是轻加轻等和巨变 顾总 不错 跟我的宣传片配合得简直天衣无妨 我心目中的他 应该懂得生活 是一个独立自信的男士 做人鼎开立地做事一丝不苟 你听听 这段话简直就像是为我而写的 我喜欢年纪大一点的男士 他喜欢穿西装 搭配一尘不染的白衬衫 充满成熟的魅力 想不对号入座都难啊 你说他这是不是在向我发出爱的信号啊 顾总 您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 以我的智商没有办法回答您 您还是问别人吧 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冲啊 好像吃了炸药一样 属于际哥 你还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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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还得上 你还得上 你还得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黄 吓我一跳呢 我看你啊 挺喜欢小孩的 你这大外孙子 太招人喜欢了 难怪你不舍得让他走 你怎么起来了 我没事了 不行 医生都说了 你必须躺着 快快快 听听自己玩啊 慢一点 人家让你在床上躺着 你就应该好好地 在床上躺着 我都躺了半天了 起来活动活动 老黄 我的大外孙子多可爱啊 你也特别喜欢吧 那还有啥说的 太招人喜欢了 我跟你说啊 看见他 我突然间想起我儿子来了 我儿子小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他这么大呢 聪明至极 你还有儿子呢 有一个 那你儿子多大了 三十多了呗 结婚呗 要是没结婚太好了 我有一姐们 她有个女孩二十八岁 条件可好了 给她介绍介绍 要说我儿子还真没结婚 那你让他赶紧结婚呢 他们一结婚 你不就早日抱成大孙子了吗 抱什么呀 我现在连儿子还没相认呢 没相认 这话怎么讲啊 我看你以前有什么新事 你呢 有啥事你跟我说说 你看我们家的事你都知道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跟我叨咕叨咕 也许我能帮你出个主意呢 算了 不说了 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 一个人 那孩子他妈妈呢 早去去世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那个 那你儿子现在在哪啊 我怎么没见到 他过来看你的 是啊 我儿子就是过来看我 恐怕也认不出我呀 认不出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宝妮 你觉得我今天威蜜儿的孩子怎么样 不怎么样 怎么会不怎么样呢 我觉得顾朝阳已经深深地被我吸引了 很快他就会上钩了 你能不能自己注意点啊 你一个女孩子家什么上钩不上钩的 好了好了 我用词不当可以了吧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你这么能干还要我帮你啊 你是他的高级助理 我需要了解他的生活细节 你告诉我吧 你又在冒什么坏水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妹妹呢 明天我要录制嘉宾配对环节 其中有一项是默契度的测试 我需要提前做功课 你就帮我这个忙嘛 对不起 我帮不了这个忙 为什么帮不了 我本来就不懂你上这个节目 你说我会帮你这个忙吗 你不帮我我就没希望了 那没办法自己解决吧 我是你妹妹你都不帮我 你爱顾朝阳 爱你个头啊 孙晓鸥 你每天出来胡说八道 你还会什么 你反应这么大干吗 难道你真的爱他 你还强词夺理 你不帮我就是爱他 你说吧 第一项 他喜欢什么颜色啊 蓝色 他怎么可以喜欢 我喜欢的颜色呢 他喜欢什么运动 高尔夫 侮辱了高尔夫 他最崇拜什么人啊 自己 他最喜欢什么地方 海边 这是宿 他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 臀部 这你就知道啊 你 你该不会真的爱他吧 你这个人真的很难伺候 帮也不对 不帮也不能一下怎么样 一边待着去 好了 好了 我不说了可以吧 偶尼 赶紧忙 我还有好多问题呢 偶尼 你回来好不好 你好 真是的 谁问的 这种问题吗 怎么那么多 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老黄啊 怪不得你上节目呢 原来那顾超阳是你儿子 哎呀 你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多好啊 其实啊 一开始 我只知道啊 他们公司是有这么一档节目 也不知道我去行不行 所以当时是脑子一热 实验一下就报了名了 没想到还真就成了 当时啊 我跟你考虑的是一样的 只要我上了节目 弄不好 就可以跟他近距离接触一下 能打上交道 再说上话 省得啊 像以前似的 你说我为了看他 老是鬼鬼祟祟的 就跟小偷似的 你说你们在同一个舞台上 嗯 总能找个机会一块说话吧 对 早晚都得相认 哎 话是那么说呀 你说我这一走三十年 对儿子啊 真的一点责任都没进啊 当时儿子 刚一毕业很困难 我就想 给他供套房 也算是补偿一下 可是没想到 这小子不比我有出息啊 哼 不长时间 人家事业也有了 房子也买了 票子也拿着 你说 我这房子还拿得出手吗 我怎么去认呢 要我说呀 嗯 你儿子啊 他不缺房子 缺的是你这个爸爸 这人心哪 都是肉掌的 早晚他得认你 是啊 早晚是在认 可是现在我总觉得 时候不对 你说我 这么一个大老头子 为了和他相见 居然上电视台去参加相亲 想想我都脸红 而且还折腾出那么多事来 算了 我呀 不想再折腾了 那你 你这么多年折腾 不都是为了他吗 你呢 你呢 我觉得外婆说得对 我们吃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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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 吃饭了 辛苦啊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啊 我们为了考验 男女嘉宾的默契程度 为他们准备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小游戏 向各位观众也一起玩过啊 我就将有一组题目 在进道题之后 没选项 二位在四考三考之后作答 如果举牌升红 则表现默契 举牌不同 那说明是不默契 下面回答开始 一提 如果你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你会拿配什么色系的视频 A选项 红色和黄色 B选项 灰色和橘色 三 二 一 请举牌 哦 一排的选 好 恭喜二位答案 成功 下一个问题 喜欢你傻笑 喜欢你嘴角微微上瞧 喜欢你胡闹 喜欢你背后温暖的拥抱 热闹的大街 没有你陪冷的像下雪 你离开的每一秒 丰富错过整个世界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谢谢 谢谢 听过刚刚几轮问题的作答 现在我宣布 二位的默契程度 达到了惊人的 百分七九十五 太了不起了 不会是老财 保佳奏奏奏 但是 接下来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要提问给男嘉宾 还有女嘉宾 请二位慎重思考之后 认真作答 请问二位 你们愿意继续 接下来的约会吧 三 二 一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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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